37岁生日,胡歌深夜发文 妈妈,不用再到我梦里了 今年春天,胡歌失去了妈妈 那种悲伤与沉重始终与胡歌如影相随 以至于在那之后,他发文再也不敢提妈妈二字 仿佛一提及就会感到巨大的疼痛 8月29日,刚拍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胡歌与助理收工回上海 在护航高速加兴路段 因司机疲劳驾驶,发生严重车祸 坐在副驾驶的助理张勉,经抢救无效死亡 当他知道助理张勉已经身亡时 胡歌再也抵不住内心的悲痛 泪水绝滴,几度崩溃,站在领奖台上 胡歌说,很多人觉得胡歌这些年过得很好 事业有了明显的上升,赚到了更多的钱,获得了名和利 可是胡歌认为这不是他活下来的意义 一位影迷的妈妈喜欢胡歌 一位重病不能来到现场,就想请胡歌签个名 胡歌坦然回答 2019年9月20日,胡歌37岁了